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9年2月26日星期二 今天呢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呢 就是令美国非常害怕的一个中国的计划 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当中呢 其中的一项就是发展人工智能 具体一点呢就是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在中国呢 其实发展已经是很不错了 多少观众朋友有看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呢在海外啊看YouTube视频 尤其是看政治方面的话题的呢 有很多就是对中国政府比较反感 然后因而呢对中央电视台也比较反感的 有些人呢就拒绝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我呢还是每一年都在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 虽然是呢觉得每次都看完了以后呢 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呢每一年还都是好像是一个惯性似的 来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 那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 我不想说别的方面 我就想说一个方面 我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他在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呢 有一个节目里面 我看到了他使用机器人 他在那个节目里面 就是朗朗在那弹钢琴 然后还有很多的钢琴在那里 我就注意到了很多的那个弹钢琴的呢 是机器人 是机器人在弹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乐器 也是机器人在演奏 包括那个架子鼓 包括那个竖琴啊 那个竖琴也是个机器人在那演奏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乐器 小的像那个木鱼啊 铲子啊什么的 都有机器人来操纵 我想呢这是中国在春节联欢晚会当中 想展示给这个世界看的 中国在机器人方面的成就发展 我记得在之前应该是2018年的 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 说那个中国的天津呢 有一个饭馆 它是使用机器人的饭馆 全机器人的饭馆 它就是呢 从那个大厨炒菜 炒菜都是机器人 它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个吃饭的人呢 顾客去了以后 你就在你的这个桌子上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那个电子设备 然后你就点菜 比如说你就点一个公宝鸡丁 你这个菜单呢 就传递到了厨房里面 厨房里面就知道说 8号桌点了一个公宝鸡丁 然后呢 它那个厨房里面的机器人呢 就开始 就是会把那个公宝鸡丁的所有的原料 然后呢都拿过来 不管是先加什么后加什么 反正是 先把什么油加进去啊 油热了以后再加点葱花啊 那个机器人拿一个大勺 就跟着炒炒炒 然后呢到最后都加齐了以后 那个炒的过程呢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盖上 他那个整个的像一个球一样 然后在里面就垫来倒去 垫来倒去的 然后就那样炒这个菜 菜炒好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会倒到一个盘子里面 然后就有机器人 拿到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台面上 然后这个机器人呢 就准确的送到那个桌 8号桌 到了以后呢 他还会发声说 你的菜到了 你的公宝鸡丁到了 然后客人呢 还可以跟他交流呢 说摸摸掐的头说 谢谢你啊 他是说不用客气 就是这个机器人的餐厅 挺有意思的 我原来在2018年的 那个应该是下半年 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报道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是机器人的餐厅 最近呢 我在网上呢 还看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是有这个写作业机器人 这个挺可怕的啊 这个东西不应该有啊 这个写作业机器人呢 是一个什么机器人呢 就是机器人啊 他聪明的就聪明的 他能够自我学习 然后呢 他能研究你这个孩子呢 你写作业 你的笔记是什么样子的 他能够模仿这个人的笔记 模仿这个孩子的笔记 然后呢 就帮他写作业 然后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 特别适用的那些孩子呢 就是放假 老爷不写作业 到最后要开学了 结果发现作业都没有写完 然后你就是说 你不睡觉也写不完 就有那么多的作业 你推到最后吗 写不完了吗 不睡觉你也写不完 你得睡觉啊 所以呢 就请机器人来写 这个机器人呢 就可以研究这孩子的笔记 然后就把他这个作业给他完成了 这个有点可怕吧 据说呢 这个写作业的机器人在网上卖的还挺火的 这我有点不理解哈 写作业机器人 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买一个写作业的机器人呢 这孩子还让他学习不让他学习了 买一个写作业的机器人来那个呀 这不鼓励孩子不写作业吗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家长给孩子买的 这样的机器人呢还不贵 好像我在网上看呢 就是200多的300多的400多的500多的800多的 网上都有 各个档次的都有 真事啊 我挺不明白的 从这件事呢 我看出来有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因为他能够研究那个小孩的笔记 他能够模仿小孩的笔记嘛 他如果能模仿小孩的笔记 他就能模仿成人的笔记啊 他能模仿所有人的笔记啊 像我们在西方啊 在国内也是一样啊 然后呢 你要是说你写一个签条之类的 对吧 然后你就签字 在国外呢 这个签字非常的重要 在国内呢 就是盖章非常重要 但是在国外呢 签字非常重要 你像孟晚舟这件事情哈 其中呢 有一条呢 就是Skycom那个银行呢 说是跟那个华为没有关系了 但是他们在银行里面 授权签字的那个officer的那个officer 仍然是华为的员工 对吧 就是这个签字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说机器人可以模仿签字了 然后你怎么来鉴别呢 说这个签字呢 是某一个人 而要求他来负责任呢 这个将来呢 会造成一定的法律麻烦 好 这是这个机器人 帮孩子写作业的机器人 这真事呢 在中国现实当中的真事 不过我看到的哈 我在网上看到那篇文章呢 它是截了一个图 说这个机器人什么 二百多的三百多四百多的 然后还有多少人下单 多少人下单 我没有真的在网上查 在淘宝里面查 或者是京东什么的 我没有查 不知道这个图是不是假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 确实是有这回事 有卖这个机器人的 写作业的机器人 中国人呢 我认为哈 发明能力比较差 说你凭空发明一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的能力比较差一点 但是呢 一旦别人有一个想法 一旦别人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说我们中国人 由着这个主意 然后给他做得更好 这一点 我觉得中国人呢 挺擅长的 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擅长 什么东西呢 说一旦是有了的话 让我们中国人知道了 我们就很容易给他模仿起来 然后再给他发展 再给他提高 像写作业的机器人 我还没有见到 但是呢 就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到处是 到处是 我们的网友朋友 谁家里面 有没有 是不是很多朋友 家里面都有 那个远咕隆咚的那个 然后你就是给他 往地上一放 对吧 给他固定的地儿充电 然后他自己呢 就是在你家里面 就扫地 对吧 尤其是你家里面 如果是木地板呀 或者瓷砖呀 什么的 然后呢 他就给你扫地 完了以后呢 再回到他那station 那去充电 真的是已经在中国呢 我观察 好像还是挺普遍的 家里面用这个的 相当的多 给大家带来 非常多的方便 对吧 尤其是懒人 家里面一定是 制了一个 这个扫地机器人 我在网上还看呢 就是那个澳大利亚 他们发明了一个 瓦匠机器人 就是瓦匠是什么呢 瓦匠就是 或者叫石匠 就垒砖的 砌砖机器人 他就是这个机器人啊 可以砌 即便是你没有 盖过房子 对吧 我们应该是 也见过盖房子吧 即便是没有 见过盖房子 反正你玩玩具 你应该玩过吧 你们家小孩玩玩具 应该也有吧 对吧 我们这房子都是砖 一砖一瓦嘛 我说盖房子 都是一砖一瓦 盖起来的 对不对 这墙就都是砖 屋顶就是瓦 然后这个砖呢 是砌的 它这一个砖 然后另外一个砖 并着 然后上面那个层呢 就错开一个缝 那样的 砌那个砖 中间好像是 弄一些那个 混凝土什么的 然后给他们交螺 在一起 这个砖砖机器人呢 就负责干这个 说这个砖砖机器人啊 它的效率特别的高 说一小时呢 能砖一千多块 对于没有干过 这个活的人啊 可能也想象不出来 可能跟我一样啊 也不知道 一小时一千多块 是个什么概念 反正你就知道啊 它很多就对了 它比这个人工呢 更高效一些 而且机器人呢 比人工的好处就是 它不吃饭 它不睡觉啊 对不对 它24小时都可以跟那干 它很快 它就可以盖起来一个房子 然后呢 说这砖砖的机器人呢 它比人工还做得更好一些 好像它还可以打磨呀 什么的 它就是个机器嘛 机器人就是个机器 对不对 你给它什么功能 就有什么功能 好 这个砺砖机器人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今天啊 我又发现在网上看到一个大强子 他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 刘强东啊 京东的刘强东 他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发布了一个什么消息呢 他说呀 京东 他下一步呢 要启用机器人 他说他为什么要启用机器人呢 这个京东呢 他现有员工是一万六千人 他每一年所交的保险和公积金 就有六十亿 六十亿呀 这么多 其他的那些税呀什么的 交的就更多了 然后他就说呢 他下一步呢 要启用机器人 他要启动这个机器人来送货 这个机器人呢 他可以在街上走 你给他把货装上之后 或者是另外的机器人 就把货给他装到他这个上面 以后呢 他就能够拉着这些货呢 就在街上走 就跟那个无人驾驶汽车 是一回事了 对不对 他自己呢 就在街上走 然后呢 去他定的那个目标 他还可以进电梯 楼梯他应该是爬不了 他可以可能按几楼 然后呢 他出来 到这个客户家里面 应该是可以敲敲门 然后你人出来以后呢 就把货交给你 这个送货机器人 他说将来呢 他会启用这个送货机器人以后呢 要裁员50% 甚至裁员90% 到最后最后就只剩下10%的员工 这样呢 会给他省很多钱 这些机器人呢 不吃饭 不睡觉 不用交税 不用交这个医疗 不用交什么保险 不用交供给金 这些一概都不用 所以这个大墙子呢 还是有两下子的 这是这个刘强东他最近宣布的一件事情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呢 大家应该是看到了我这个题目对不对 这个题目就是说 中国要推出性爱机器人 这是真事儿吧 要推出性爱机器人 这个性爱机器人呢 显然是造福于这个男士们的 更加造福那些个单身狗 单身汉们 不用怕找不到老婆了 花钱买一个机器人回家 你就开启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你这个机器人老婆 什么都可以为你办到 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包括男女方面的事情 他也可以满足你 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呢 男士们是不是有点憧憬呢 将来啊 机器人时代呢 会解放了我们人工 但是同时呢 他也是跟人工抢饭碗的 如果你做的工作 只是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的话 你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被机器人抢走了饭碗 什么事儿都是有利有弊的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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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